嗨,大家好,这里是几件小事 作为一个山东人,今天来整理一下 很多山东人都不知道的关于山东冷知识 第一,山东南乡是河南创办的 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第二,国美党撤退到台湾的老兵约有十万军人是山东籍 这些山东老乡的生活习惯部分影响了台湾地区 永和渡江的创始人就是山东籍 第三,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首 是北方正式演习的主打菜系 但山东给全国人的艳象却永远是煎冰卷大葱 第四,他们首富郭泰民的母亲是山东烟台籍 为报答家乡出资建立了一所中学 烟台有名中学 郭本人也在烟台建了一家富士康工厂 第五,山东来看山东综艺或契路平台的时间远远大于山东卫士 原因都懂 虽然都是土味很重 但实力总能跳出几笔米饭来 第六,韩服渠主政之初 非常重视教育 除了增设13所大的新式水堂外 又在全省108个县推行义务教育 第七,西长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城 始建于春秋,完成于战果 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 第八,中国海拔高度的起点在青岛观象山 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瓦峰 就是从这儿开始算起的 这里是把河河河河河河沿岸 推行不来 所以这条是真正合国的壁 所以我可以加上 以往前到柠檬之后 哟 apples 带我哪有骨音乐